两岸经贸关系一向是台湾政府必须面对的敏感议题 随着新政府即将上任 大陆当局似乎已经有了动作 未来两岸关系会不会影响台湾经济呢 带你来听专家怎么说 全台商圈纷纷开通支付宝服务要抢陆克市场 不过现在却传出两岸和平红利缩减 像是陆克来台观光人数就有被减少的疑虑 根据观光局统计 2015年陆克来台有418万人 带来的观光外汇收入更是突破2000亿 工研院知事与竞争力中心主任杜子诚认为 大陆为了给新政府一点压力 的确有可能缩减和平红利 就是台湾内需的市场有影响 我们应该对台湾的政府要以最大 而外界都很关心的除了陆克就是在大陆的台商会不会受到影响 台经院院长林建甫说大陆当局是不是真的要缩减陆克来台人数还是未知数 而和平红利也不至于用尽 所以两岸的发展怎么样我们都要密切去关注 但是我觉得在整个的事情发展上面应该不至于说和平红利就已经一定用尽